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收听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踏进丰盛新年的十二部 踏进丰盛新年的十二部 我们已经从希伯来书里面看过了十句以让我们做开始的句子 第一是让我们畏惧 第二 让我们竭力 第三 让我们持守所承认的道 第四 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第五 让我们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 第六 让我们来到神的至圣所 第七 让我们坚守所承认的指望 第八 让我们彼此相顾 第九 让我们存心忍耐 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第十 让我们感恩 那如果我们把他们孙子的次序都记下来 这对我们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福气的 那今天我要给你看一看第十一部了 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 十二到十四节的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去了救他 忍受他所受的灵路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这第十一部就是 让我们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那救了 这个救了 就是将救的救 将救了他去 这一部开始啊 就是说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了 这是关系到我们的 对世界的态度的问题 和我们与现今这个世界的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世界上是没有永远的居所的 世界拒绝耶稣 把他赶出城外 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圣经特别强调 耶稣是在城门外受苦 他被拒绝 被人赶出这个社会之外 而世人呢 对待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对信徒的态度也是怎么样的 因此 我们必须要乐意的跟着耶稣 出到营外 也就是一处被弃绝和钉十字架的地方 也是受凌辱的地方 我们也在那里和我们的主一起受苦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说 他 这个地方他指的就是摩西了 他看为基督受苦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那我们要注意了啊 基督的凌辱成为我们的荣耀 跟着作者就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理由 他说因为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那别人可以以为啊 这是永久的产业 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的 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这城是所有信徒的目的地 是我们的家乡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早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那儿 作者就举出了旧约一连串的伟人 并且特别强调他们的信心 到了第十三到十六节呢 他就有一个总结就这样说了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是望见 且欢喜迎结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刻链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龙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 预备了一座城 那这些古代的信心伟人呢 可以在很多方面做我们的榜样 他们自称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是刻链 是寄居的人 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不是他们的家乡 而他们所寻找的 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乡 这些信心的先祖 留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特别是 当我看的一些没有国籍的人 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国家 也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 那其实这些人是非常痛苦的 有些难民呢 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了 他们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可是这里所讲的 是一批不在世界寻求家乡 而在天上寻找家乡的人 其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随时都可以有回去的机会的 就好像亚伯拉罕呢 他随时都可以回到 迦勒底的乌尔的 就是他出来的那个地方 然而亚伯拉罕并没有回转的意念 他是坚决的向前 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那跟着下来的意见就说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那当我们认定了神自己 他的城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 都与我们有关的时候 我们就以神为荣耀 以他为骄傲了 那下边说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此向基督伟神 是要求我们有份于他的十字架的 我们必须要做出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而有份于基督的十字架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要放弃两样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 我们要放弃取悦自己 第二就是放弃取悦这个世界 就是说 我们要放弃讨好自己 第二就放弃讨好这个世界 我们看新约圣经怎么样讲到 关于拒绝取悦自我的教训的 保罗在菲律比书的第三章 17节到19节 这样教训我们说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向罚我 也当留意这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 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在这个地方 很清楚的向我们讲到了 保罗警告那些 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他说 你们忽略了一件事 虽然你们自称是 跟随基督的人了 可是你们却与基督的十字架为敌 你们放纵自己 把心思放在今世的这些事物上 至于把老我和肉体定在十字架上的原则 却显不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保罗又对我们说了 你们要小心 不要效法这些人 因为他们的结局是灭亡的 那今天教会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口口声声 称自己是属于基督的 但却拒绝基督的十字架 那第二样显出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十字架的 那就是我们要拒绝取悦这个世界 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 很坚决的对那些自称是信徒的人 这样说道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在这个地方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了 为什么雅各称这些是淫乱的人呢 原来在属灵的约上 在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当中 是要求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 而对心腹的要求 就是要他全心全意的委身和献身给基督 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的承诺和奉献不专一 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承诺和奉献 是心怀二意的 对或者说被贪爱世界所污秽和掺杂的一些东西的 那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啊 就是一个淫乱的人了 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新郎耶稣不忠了 因此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在灵性上犯了淫乱的罪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这样告诉我们说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这里也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必须要留心 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 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才对呢 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四节 就讲到了我们应该有的什么态度 他在圣经是这样教的我们说的 但我断不你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 叫我不要夸口 不要依靠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除了主的十字架以外 那我要夸我所受的教育 所信的宗教 所属的派别 这些都是错误的 不要夸这些 只要夸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在那里 耶稣得到了最终的胜利 胜过了一切罪恶的势力 而且透过这个十字架 世界已经被钉在他上面了 而就世界而说呢 我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意思就是说 十字架把属世的人和属神的人分开了 所以当我们接受十字架这个原则 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最后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应许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了 希望最后这期经文成为你我的一个吉利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